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乌珠芬同修与我们分享 乌同修的先生遭遇严重车祸危急生命 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使在手术台上的先生化险为夷迅速康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致大悲卢君弘师父 感恩隆天父法菩萨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今天怀着对南无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 无比感恩的心情 把我的先生遭遇车祸后 我严格按照师父交给我们的三大法宝 念经 放生 许愿去做 试着先生奇迹康复的精彩实力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先生在2014年8月22日 突然遭遇车祸 当时事发后被送到了 普图区中心医院 经检查是颈椎的第五第六节断裂 而且错位非常厉害 需要尽快做手术 但医生告诉我们 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 如果手术失败 有可能造成他终身瘫痪 或直接命上手术台 这两种可怕的结果 第二天一早 我便跪在福台前 祈求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妈妈保佑 我先生陈瑞华 能够平安度过这一劫难 我愿为他放生两万条鱼 努力度人 并在两年的时间 为先生的药精子念诵 一千九百张小房子 菩萨妈妈真的是太慈悲了 才过了两三天 菩萨区中心医院的医生 就帮我联系到一位 长征医院医疏高超的 陈教授来为我先生煮刀 并立马转入长征医院的病房 可在开刀的前一天晚上 先生突发高烧到 三十九度八 他的绳子已经不清楚了 满嘴的浮化 眼神也特别的迷离和奇怪 当时的我心里很害怕 怕他无法坚持到第二天上手术台 就被他的药精子拖走 我立马就在医院帮他 再次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他 使他能够顺利挺过今晚 坚持到明天早上上手术台 结果第二天早上 他的烧真的退了 可以进行手术了 观世音菩萨太慈悲了 此时此刻 我心中有千言万语的感恩致止 都无法说出口 只能化成两行感恩的泪水 当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医生才发现我先生的颈椎 断成阻止性 并把食道也给割破了 还在里面生了很多的笼包 可开刀的医生是骨科大夫 无法治疗我先生 食道破例的难题 于是得马上找一位 心胸科的大夫来会诊 我当机又在手术室外 默默祈求大慈大悲地 观世音菩萨妈妈 能够立马找到一位 心胸科大夫为我先生手术 结果菩萨妈妈又一次 慈悲保佑了我 父师们顺利请到了 好几位心胸科大夫 同时为我先生这个手术难点 做指导 很多师兄们都陪着我 在手术室外 为我先生祝念大悲周 我也狂念大悲周 和准其神咒 六个半小时后 主导医生喘着气 跑到我的前面 对我说 你可以放心了 你先生的手术很顺利 生命没有危险了 而且也没有 瘫痪的可能了 只是使馆需要慢慢静养一段时间 听到医生 听到医生这么说 我高兴的心喜落狂 我用我无比感恩的心 对医生说 谢谢你 辛苦你了 感恩你 由于先生的使馆被割破 所以他的恢复期特别长 在长征医院住了三个星期 便不能再住下去了 医生帮我们联系转入了武警医院 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直到时光恢复地能够吃下东西 但由于武警医院离我家里很远 每天路上奔波的时间和经历 是我身心疲惫 然后我就在福胎前 再次向恩师音菩萨祈求 是否能让我们找到一位 离家近一点的康复中心 尽兴后面遥遥无奇的康复治疗 结果奇迹又出现了 先生的亲戚来团望时 我把这段时间遇到的实际困难告诉了他 没想到隔了两天 他就联系好可以帮我们转到离家 骑电瓶车才十分钟车程的空军事务医院 我听后高兴起了 因为这样 我就可以天天回家 上早晚乡了 转到四五五医院 只有四天的时间 先生的时光愈合了 可以离家 可以离家 可以禁食了 我让先生一定要感恩 关心菩萨妈妈对他的慈悲保佑 他竟然自己也主动提出 要每个月吃两天素 并每个月给我一点钱 为他自己放生 我听后 欣喜万分 比我自己得到师父的加持还高兴 三个月后 我们去医院护诊 医生和父子都惊讶他 恢复得这么好 感恩医院里 每一位帮助过我们的医生和父子们 更要感恩 关心菩萨妈妈 对我们一家的慈悲保佑 在我先生住院期间 我扎紧一切机会度人 一共度了四个病友 和两个父子 回顾我先生被车撞倒后 到今天康复住院 这一如走来的艰辛 总让我们能够逢凶化吉 我坚信 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馆 关心菩萨来救我们的 我唯有通过更精进的修行 更精进的念经 更精进的度人 才能够回报 关心菩萨对我们全家的慈悲保佑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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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